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翻牌的时间了 咱们看看最近大家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这个网友朋友KATANALEO问了一个问题 说记得袁老师曾经说过 蒙元的统治和殖民地差不多 现在看来和英属印度的确很像 英国殖民者也是尽力维护印度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 甚至保留一些印度王宫的自治权 同样的元朝在汉地也不剃发义服 沿用汉法汉官汉服汉俗 不知道袁老师同意这个观点吗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首先我没说过蒙元的统治和殖民地差不多 我说蒙元的统治就是中国被殖民 跟这个殖民地差不多 其实它不是一个意思 另外就是你说如果蒙元的对中国内地的殖民统治更像谁 我觉得更像日本对朝鲜的统治 而不是像这个英国对印度的统治 再者说呢 我觉得这个英国呢 也不是尽力维护印度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 他也是对这个印度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破坏很大的 保留了王宫的自治权 这些王宫也只不过是傀儡而已 那么你说元朝在汉地不剃发义服 这个汉法汉官汉服汉俗是因为他只有那么点人 蒙元的人口只有那么点 他顾不上 他顾不上 这个而且呢 你想作为这个蒙古帝国的这个组成部分 中原内地只是他的一部分 另外像蒙古本土啊 像这个黄河流域啊 像西夏啊 像这个青海西藏啊 这都是他的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 他没在这个 他没要求汉地剃发义服 他同样也没要求什么西藏啊 什么这个唐古特地区啊 他也没要求这些地方剃发义服啊 所以但是呢 他对于这个汉地的统治 你什么都得听中央朝廷的 都得听朝廷的 都得听皇帝的 都得靠皇帝的圣旨来这个统治 所以我觉得是应该跟 像这个日本对朝鲜啊 这种殖民统治 甚至对这个维满中国的这种殖民统治 而不是像那个对英国对印度啊 好 这个网友朋友 那这个腿脚啊 Fit Leg 那腿脚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看到一篇文章说啊 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是1944年的苏联红军 军工生产 及运输和战斗人员总计将近一亿人 请问袁老师啊 苏军已经拥有巨量的后勤保证人员 为什么历次战斗中的表现还是如此糟糕呢 这你看今天的俄罗斯你就看得明白 30万动员兵 这个发给你一支AK74 一桌子子弹打两枪就给你拉到前线 根本就没有受过训练 所以你在这个苏联本身在大清洗的时候 就80%的高级将领被处决了 他缺少的是有经验的军官 有经验的军官 所以你动员起士兵来也没有用 没有人去指挥他们 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 兵贵精不贵多 对吧 所以你看纳粹德国 他的军队人数最多的时候也比不上苏联 但是他东西两线抗衡了四年 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英美苏三国打了四年 所以其实纳粹德国的军队呢 真是精兵 那真是精兵 你看那莫德尔元帅 你包括什么龙梅尔的这个几大名相 都是以少胜多 对吧 都是你包括他在西线 在这个东线 在非洲 全是以少胜多 所以苏军的表现糟糕 这个跟你人数多少 没有关系 你人数越多 其实越证明这支军队就是 就怎么说的 就是比较垃圾 你只能搞这个人海战士往上拼人 人数一多 你装备肯定供应不上 对吧 你甭说别的 你一百万军队 一百万套制服 你一亿军队的一亿套制服 你这一套制服得多少钱 是吧 你一亿支枪跟一百万支枪 你想想你这生 他生产的这个难易程度能一样吗 所以就是说他 这个人数越多 他往往其实战斗力并不一定越强 这战斗力跟军队的人数 绝不成正比 打仗是集中火力的过程 不是集中人力的过程 所以他糟糕 很正常 这个 网友朋友湘里问了一个问题 说古代衙门里边打板子或者明朝 屏障用的板子棍子里边真的会分 会分这个空心石心甚至灌签这些类别吗 反正没有哪本书上的 就至少我没有看到过 哪本书上有这种明确的记载 也没见过实物 但是传说是都有 传说是都有 空心石心 灌不灌签的 我倒觉得这有点太费劲了 用不着灌签 灌点啥都行 灌沙子都行 灌点啥都行 灌签可能确实是一种传说 但是这个空心石心这个应该是确实有的 确实有的 好 网友朋友圣和王问了一个问题 说南宋岳飞被宋高宗的十二道金牌召回 这种所谓的金牌 不知是宋朝怎样的军事号令 为何岳飞要等到第十二道金牌 才决定一令撤兵 金牌就是一面木牌 上边写着两行金字 御前文字不得入铺 御前文字就是圣旨 不得入铺 就是不能入驿站 必须要一刻不停的传到接受人的手中 所以这种东西叫做金牌 他不是真金字文木牌 然后上面金字 这么两行字 御前文字不得入铺 就不能进驿站 你不能拿着这个到驿站里休息 你得举着这个金牌 骑着马跑 到了一个驿站换马不换人 换一匹马 举着那玩意接着跑 接着跑 所以这个东西就被称为金牌 说岳飞为什么要等到十二道金牌 才一令撤兵 他不是要等到十二道金牌 而这金牌一天发了十二道 一天发了十二道 连的不停 出了一道之后又出一道 出了一道之后又出一道 相同的旨意 连着给他发了十二道 催他这个撤兵 所以呢 这才有这个十二道金牌 召回这个岳飞的这个故事 好 这个网友朋友718TRADE2 这个问了一个问题 说二战中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 是不能射击跳伞中的飞行员 请问是真的吗 是指限于飞机被击落跳伞的飞行员 还是包括空降地面部队 在打的你死我亡的战场上 真的有人遵守这个规矩吗 请袁老师这个请教 谢谢 是有这个规定 这也不是约定俗成 这应该是这个 像这个什么日内马公约 这明确规定的 对吧 因为飞行员的武器就是飞机 他一旦气机跳伞 证明他就失去武器了 他没有抵抗能力了 他没有一般这个手枪 就是用来自杀用的了 所以他是有这个规定 那么这个空降地面部队 是不受这个保卫的 因为你从那飞机上跳下来 你是要参加地面战斗的 所以打你没问题 打那运输机 这都没有问题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双方空战 一旦对方飞行员气机跳伞 这个确实是不能再打他 但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 仍然是是不是有人遵守这个规矩 如果你是日内马条约的 这个日内马公约的签字国 你应该遵守这个规矩 但是打极了眼 不遵守的也有 咱们这么讲吧 在二战的时候 你比如说这个 像这个德国跟这个盟国 英美这些国家 他肯定遵守这个规矩 因为你没有人家空军牛逼 你没人家厉害 但是德国跟苏联就不遵守了 所以这个攻击苏联 这个跳伞的飞行员的这种事 经常发生 当然苏联也攻击德国 跳伞的飞行员 德国在德苏战争当中的第一天 被击落的飞行员 就被苏联人肢解了 这种事都有 都有 他这个是不遵守的 不遵守的 那你像日本呢 明明说中国契机跳伞的飞行员 他就不遵守这个规矩 但是美国契机跳伞的飞行员 他就遵守 他不攻击 但是你美国的飞行员被扶之后 那下场很惨 有的都被日本人吃了 而且经常日本本土挨了炸之后 被扶的美国飞行员 就被日本人当众斩首泄愤 主要是看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就说日本苏联德国不遵守 其他国家还是遵守这个规矩的 好 这个网友哈哈问了这个问题 说袁老师 古代官员有没有退休制度 还是只要上级不批准 就一直要干到死为止 经常书上说 某大臣向皇帝告老还乡 那么这些高级官员可以退下去 那么那些芝麻绿豆呢 比如御长 县太爷 驿战长官之类的 如果生不上去 会一直干到死为止吗 这当然不会了 当然不会了 他肯定七十治世嘛 古代的官员 七十治世 都是有退休制度的 他不可能一直干到死 你都干糊涂了 你怎么可能干到死呢 再说哪有县太爷 一直生不上去的 一辈子干县太爷 这不可能的 绝没有这种可能 两榜近世出身 没有这种可能 至于你说的那个御长 这个驿战长官之类的 那玩意儿一般都是家传 一般都是家传 你比如这点驿长 这绝对是家传 包括驿战的长官 我干不动了 我就让给我儿子干 甚至我这个急于给我儿子安排工作 我就就给他干了 不可能说我一直干到死 那都是人家家族垄断的 背传的 这个包括那个县以下 皇权不下县吗 县以下乡啊 礼啊 都是背传的 实际上都是这个家族垄断 那个背传的 这个意思 有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跟现在的帮会差不多 这个意思 好 T-O-B-E-X-U 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说问袁老师 古代皇帝的圣旨宣读完 接旨的人是真的接走圣旨实物吗 还是官方收走 有专门保管的地方 如果给接旨的人如何保存呢 谢谢袁老师 那这个不用客气啊 这个是这样啊 你这个圣旨啊 分两种啊 分两种 一种呢 是就是明发的圣旨啊 就是比如说像清朝就是上玉开头的这种圣旨 或者奉天成玉开头的这种圣旨 这个是接旨的人保管啊 保管专门在家里 有一个跟佛刊似的那么一个东西供着这个圣旨 圣旨呢 是要搁在这个这个就是匣子里呢 封起来搁在这个佛刊上啊 专门要供着他 就类似于佛刊 不是佛刊 就跟祖宗牌伴那么一个东西供着 背背往下传 无上的荣耀 如果是秘旨 就是奉旨 君旗处庭祭 奉旨 这种秘旨 是你看完了之后 你把怎么 皇上让你干嘛 你把怎么办的 写成这个奏折 写成奏折 连这个秘旨一块 人家带走 带走还给皇上 就是内阁存档 内阁存档 它两种不一样 两种不一样 一般那种 名发的上誉 大部分都是那种 就类似于那种荣誉奖状 类似于乐 受于你三八了红七少 荣誉称号 您就把那弄下 这就相当于一个奖状 明白这个意思吧 这你不能拿走 拿走 我怎么证明我获得这个奖状 就类似于这个 这都是家里供着泵船的 泵船的 好 网友 这个 NAGAMASAUGOIO 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清朝配享太庙的26人中 张廷玉无论从哪个方面 都是一个异类 无论是血统军功方面 张廷玉都没有达到 入太庙的标准 乾隆在张廷玉生前 取消其太庙资格 感觉也很合情合理 所以这个张廷玉入太庙 是单纯的雍正皇帝自身喜好的原因 还是张廷玉有其他太庙之臣不及的点 另外呢 立下不适之功的曾文正公 为何没进太庙 袁老师解惑 张廷玉这个人呢 绝不像你认为那样没什么用 他参与了雍正朝每一件政策的决定 其中起到的作用相当重要 当然了张廷玉配享太庙 确实跟雍正喜欢的有关 至于你说乾隆取协了他的配享资格 合情合理也不见得 老年张廷玉啊 确实没有年轻的时候聪明圆滑 但乾隆呢 干的也太过分 对三朝元老是百般羞辱 活着抄家 等到张廷玉死后多年 下旨呢 恢复他的配享资格 也是做样子 说穿了在清朝啊 你能不能进太庙 看皇上心情 至于这个曾文正公 为什么没进太庙呢 你看他怎么做起来了 曾国藩虽然说呢 平定个太平天国 与满清有大功 但同时也是大患 满清皇帝最忌讳的 就是汉臣掌军政大权 人都防着你呢 还轮得着你进太庙呢 你想想是吧 好啊 那最近大家的评论呢 咱们今天就回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